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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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她的故事還蠻特別的 就是她的女兒很重 三星床家 她的故事很特別 就是她之前在念藝術史 然後2007年回到台灣 對2006年的時候回到台灣 然後07年的時候她離開原先的工作 到印度去自主旅行 先通過到印度 然後她說到了阿蘭薩拉之後 就感受愛上了這個地方 她覺得說她會 決定搬到達蘭薩拉去住一陣子 所以她就回到台灣 然後很快來看好所有的手續 然後就支撐到了達蘭薩拉 去住了下來 那在一名流行藏人的社區裡面 是她的老公丁錫 她今天來到現場的局面 然後很快她們又在一起 然後就結婚了 所以庭嶺就在達蘭薩拉住了下來 從2009年已經住到2012年 然後她跟著林琴琴 住在游王藏人的社區裡面 她們一起生活 所以今天我們 從一個比較柔軟的角度去帶我們看 不一樣的對於國社會 內部的漫長 相信大家對流亡的突破這個 通常比較少聽到的題目 都非常有興趣 所以我很高興今天可以請到 請到林琴跟有琴來分享她們的故事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個 關於相信愛情的故事 只是我們會知道她會有公共性 也沒有 沒有 大家好我是廖利 說到小超 不好意思 那 出來帶小孩都準備 就是今天要進行工作 就是主辦單位當時在跟我溝通 要講這個題目的時候 是需要用到軟性的角度去講這個題目 因為我們平常聽到俯國這個議題 就是非常的沉重 不然一次很難到就是今天都在唱 但是其實我們忽略了一點 就是流亡的這個伯伯他們 他們其實除了一般在關注這個 他們國家的前途之外 他們其實也需要面對很多 就是產品有一個比較複雜的生活問題 他們生活的難民就是 其實是比我們一般人在生活上面 會面對更多的問題也更危險 那我之所以會提到這個 流亡圖伯社會關節的問題 是因為我在桑拉住了四年 那中間可能就是因為半信任的問題 回來短暫的停留之外 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圖伯的 改下的那個就是圖書館的中文圖書室裡面 當職工 所謂的職工就是因為他們沒有辦法 做一個正式的職位 但我也不是職工 因為他們提供給我一個住的地方 還有飯票 就是在那個餐廳裡面可以用飯票吃飯 所以其實我這個職位是非常尷尬的職位 因為我沒有累薪水 然後我也是職工 所以我就用了職工這個文字 那我在那邊接觸到很多 我們一般對圖伯議題了解的人 就是比較不會接觸到的人 我們一般台灣對圖伯有興趣的話 我們聽到剛剛的那個資訊的來源 很多是他們的知識分子 就是他們的英文程度 或是中文程度非常的好 那我們就會接受到比較多這樣的 由他們傳來的資訊 那剛好因為我先生 他是沒有受過教育的土國人 他是從四川的藏族知識州逃出來的 那他是在土國境內 他是沒有受過教育 那他是到了大概薩拉之後 才沒有四年的中文學校 那他的英文也講得不好 那也不會講中文 所以我透過他 我接觸到了一般的這個 由王的土國人 他們的狀況或是這樣 他就是屬於一道低層會的語言 那一般我們就比較少會聽到 他們發出來的聲音 所以待會兒我講到的這些故事 或是狀況 會跟我們一般對圖伯有的那個 認知不太一樣 那首先我想要 因為我之前我2013年的時候 在法國的李洋藝術師 那因為大家知道鄧小平跟周恩白他們曾經在李洋流過學 說留學也不算是他們都在那邊打黑工嘛 然後呢 所以很多的那個中國人 他們就會集中在李洋那個地方 那有一次我從我的宿舍走出來的時候 要去上學的時候呢 我前面就走了一個中國人 他一邊走路一邊喝飲料 然後喝完之後呢 就把那個飲料水手往那邊丟 那我那時候我的後面是走了一個北非移民 那之後法國那個移民狀況呢 就是有點複雜 所以我後面走了一個北非移民 他非常的生氣 他就從我後面衝過去 然後跟那個中國人講說 就要把那個飲料外撿起來 然後呢 那個中國人就不當一回事啊 就撿起來 就頭也不回地走了 然後那個北非人就 滿腔的我無處法系 他就轉過頭就看到我 他就罵了你Shina 就是中國人 然後我們一般知道 那個中國人這個詞 應該就是一個社名詞 可是在當時的那個狀況下呢 他就變成一個罵人的詞 然後呢 我那時候直接的反應就是說 我是Taiwanese 我不是Shinaese 我是台灣人 我是中國人 那 那個歐洲人呢 他們也非常理解這個狀況 實際上台灣是一個努力的國家 他們可以接受 那 所以他就沒有說什麼 他就走了 可是因為這件事情呢 我想到了普國的狀況 因為他們的土地 因為執迷他有各種政策的關係 他們已經失去他們原有的土地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很大聲的告訴人 其他人說我是西藏人 我不是中國人 他們想要成為西藏人 或想要當中國人的時候 他們就只有靠流亡這條路 那 我現在接下來可能就要講一下 那個就是 因為我發現好像有蠻多 蠻多朋友是第一次接觸這個議題 所以我可能會先大概講一下 這個 突破的流亡見識 這個 這個 突破流亡見識 它其實 還是必須從一個 主權的這個觀念開始講起 因為主權呢 這個概念它就從西方傳來的 那以前在亞洲這個 國與國之間的關聯 我們會用繁蜀或是朝供 這樣來確立這個國際的關係 那可是 當我對這個國家的朝供 或是我成為這個國家的繁蜀的時候 我並不是就是屬於這個國家 這個概念大家應該都有 練過歷史 大家應該都很清楚對不對 就是我 我成為這個國家的繁蜀 我還是有自己的領導人 然後我還是有自己的錢幣 有稅制 有自己的政府 一切都是獨立的 那 對 那在國共戰爭的時候呢 毛澤東他當時還認為 埔國是外國 他曾經在 在給那個解放軍的預例裡面 他有寫道說 我們要謝謝這個西藏這些外國人 揭露給我們 然後提供的糧食 以後我們要想辦法回報他們 那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呢 這個 史達林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 然後跟他說 你一定要把西藏拿下來 因為西藏這個福源廣大 你拿下來之後 你不但可以擴充中國的版圖 你還佔了很 佔了很重要的戰略位置 然後呢還有一些礦場 水利等等的資源可以運用 所以在1950年的時候 毛澤東就派了大概五萬多米的 這個解放軍進入西藏 那當時 達也喇嘛跟世界各國 還有聯合國求援呢 都沒有得到正面的回憶 所以達也喇嘛就要派特使到北京去 那當時就被迫簽訂了非常有名的 那個17點和平協議 這個這一點大家裡面也會很清楚 所以我不太懂為什麼 為什麼當我們要跟 壯壯簽協議的時候 還會有人支持 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現在去問 任何一位流亡的土博人 他們絕對會認為 這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 中國他們背後一定是 會有野心對自己有利 他們才可能去做這件事情的 然後呢 所以我要先謝謝這個 從立法院趕來的朋友 那我可能要先再介紹一下 這個圖博的地理關係 我們一般就是在課本上面念到西藏這個概念 可能就是指拉薩日克的這七個大城市組成的西藏自治區 可是呢 在流亡圖博人他們的觀念裡面 他們其實是會有一個大藏區的概念 就是它是包含了青海、甘肅、四川跟雲南的一部分 這個是他們傳統的生活領域 也就是藏族人他們 就是屠國人他們分佈的地方 然後呢 在這個 這幾個大藏 就是在這個大藏區裡面 它其實可以依據他們的生活習慣 還有語言 還有文化 可以分成三個不同的地方 然後下面有 就是 這個叫做 西藍方是 霧藏地區 然後呢 北方這邊是 安多 然後西藍方這邊是 康區 它其實是一個 就是 重古地區 那 它的那個 農業和牧業非常的發達 然後安多他們是 蠶 非常地有名 然後文豐鼎盛 然後康區呢 它就是 我們對一般這個 屠國人的認知呢 是大部分是來自康區 因為他們是 非常地有名 非常飄悍的 那你就是 因為 地理關係 地理關係 非常地險峻 所以它其實是 產那個 強盜 強盜特別多 然後還有那個 大商人 因為他們必須要 往外發展 所以這個地方的 男子呢 都是非常非常地 強悍的 那 中國人呢 他們 也其實非常地忌憚說 那個 那個 蘆博人他們 這麼地強悍怎麼辦呢 所以他們就 想出了一個辦法 現在他們有一個 很奇怪的 規定 就是 以前 他們放入的時候呢 都必須那個 煮水草而去嘛 就是要搶那個 很好的水草 豐美的墓地 所以他們會有 很多的征戰 你答我我答你的 所以他們就特別地 勇敢善戰 然後呢 中共為了 為了遏止這種情況呢 就說 好 那你們現在不要打了 我一人分給你一塊 你們就乖乖在這個墓地上面放牧就好 所以他們現在是 是圈木的狀況 就是一個人一塊 牧場 然後大家都 就是不用再搶那個水草豐美的地方 然後 然後 可是這樣就會造成一個問題 就是 你過度放牧的時候 你 那會造成土地的沙化 所以他們現在其實有面臨到 那個牧場沙化的問題 可是中國人就更奇怪的說 就把 反而把這個責任堆的推到他們身上 就說 就是因為你們過度放牧啊 才會造成我們的土地這麼 這麼 變得這麼的平級啊 然後開始沙漠化啊 然後影響到天 天氣啊影響到氣候啊等等 然後呢 前年的時候 我去我先生的老家 然後就是在那個四川的藏區 我發現了一件更奇怪的事情 因為他們家也是 也是放牧場 也是那個牧場 我發現他們現在開始 實施了一個牧民定居政策 就是 牧民定居 聽起來不就是很奇怪嗎 他們在一個城鎮裡面 就是蓋房子給他們住 然後我跟他們說 你看我們對你們多好 蓋房子給你們住 然後你們就是 花小小錢買房子 你們就可以 不用每天在那邊吹風淋雨啊 在牧場上辛苦的 的經營那些流氧馬 你們就每天放完風回來 然後呢就在 就在房子裡面住就好了 可是呢他們 他們很多人都不聽嘛 因為其實從牧場上回來就 大家知道那個 土坡浮原廣大 你要回來 你們騎摩托車 要洗三四個小時 那 就不聽 然後呢 中共就 訂定的更奇怪的政策說 每天晚上有便宜 哈哈 就是 對 就像狼狼一樣 沒錯 好 然後 等一下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不好意思 等一下 就是我們講的這三區 不好意思我給你們看一下 好 那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土坡山區這個問題 然後還有 土坡山區除了他們的那個 地理環境不同之外呢 他們的語言也是非常的不相同 而且三個地方的語言完全是不同的 就是說如果這個土坡人 他沒有特別去學拉薩官方語言的話 他講的是他們的安若話 或是講他們是講的那個康巴話 互相是沒有辦法溝通的 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那是因為也是由於他們那個 地理環境切割了 就是因為高山擋住了 所以沒有辦法互通升旗 沒有辦法互通猶如的關係 那我剛開始去答案上他的時候 我完全不知道有這種情況 我一直原葬於這五種 就是他撒謊 然後呢 一直到我有一次都 我水土不服我生病 我去看醫生 我去看葬音 然後我請一位康巴的女孩子 來幫我翻譯 然後呢 醫生說 你這個病要多吃飯 少吃麵 結果他翻成多吃麵 少吃飯 結果我的病情就更加嚴重 之後我才發現 原來不是每一個那個 圖伯人他們都會講 觀光語言 那說到這個藏衣呢 其實大家看那個圖啊 這個就是傳統的那個 藏衣學掛圖 圖伯人他們從 圖伯出來的時候呢 其實對 因為他們其實現代化才五十五年嘛 所以是非常短的時間 所以他們必須要在這五十五年當中呢 非常積極的接觸這個社會 然後 白朗他對於科學非常的有興趣 所以他就跟一些國際組織合作 比如說 就會 教那個 就是請國際組織他們來教 和尚們 科學這件事情 那 有一個國際組織 他就特別針對這個藏 藏衣學的部分呢 來教這個 和尚 就是 西醫的理論 結果 教了半天發現 這個其實根本跟藏衣學 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只是 只是 你們看那個 肋骨 骨頭的那個 分布啦 還有血管的分布 這不是 除了畫法不一樣之外 不是跟西醫是一樣的東西嗎 然後 他們後來才發現 原來藏衣學是這麼進步的 然後 原來 原來他們 使用 因為其實藏衣學跟佛 佛教也有很大的觀點 原來佛教是這麼 是這麼科學的東西 所以 當他們發現 其實 他們要積極的接觸這個 新知識的時候 不是那麼難 其實只是要轉化而已 好 然後 好 剛剛講到三區 三區除了語言 然後 文化有點不一樣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 這個服裝 這個是一個 就是Q版 這個 這個我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是一個 手機APP的遊戲 非常好玩 它叫做Tibetan Show SHO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下載來玩 它其實 有點像那種 讀博彈子雙六遊戲 那種東西 就是 直塞一次 然後看誰先 先贏 這樣子 那 關於這個 這個遊戲 在流亡突破社區裡面 他們有一個 沒有經過證實的傳說 就是 就是當初 當初聯合國成立的時候 就是各國都要去做登記這個動作 表示說我們有這個國家 把國旗掛在上面等等 然後呢 就是因為這個 那個圖博的嘎夏政府 官員們 貪玩這個遊戲 所以 忘了 錯過了這個時間 然後導致那個 中國有機可乘 這個是他們 他們 他們 跟突破流亡社區裡面的一個傳說代表 沒有經過證實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然後 我們就可以發現 我們就看一下 就是最 最左邊的上面 那個這個就是 拉薩霧障的男子 下面這個就是霧障女子 然後中間是 康巴男子 康巴女子 跟 安多男子 安多女子 也發現他們的服裝都非常不一樣 所以當我們聽不懂他們的方言的時候 其實可以從服裝上面來做區分 好 那除了地區區分 區分圖博人之外呢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藏傳佛教徒 是不是全部都是西藏人 不是嘛 對不對 那 西藏人 是不是全部都是藏傳佛教徒 也不是 因為他們有少數的 天主教徒跟基督徒 還有 尾數還蠻多的穆斯林 他們穆斯林 通常在他們的社會裡面 那個地位都不是非常的高 因為他們是主要是 因為大家知道 土國人是吃肉的民族 那他們主 可是他們姓佛教 所以他們覺得殺生是非常不解的事情 那穆斯林沒有這個信仰 所以穆斯林就是專門 大部分都是負責殺生 殺動物的 所以在他們的那個社會裡面呢 地位是非常的低 我 我 不好意思 然後 然後 有一次呢 我去 克什米爾的那個藏區裡面 克什米爾也有 大家看這個 就是最 比較大的那張圖 大家就會發現 你看他們那個西藏 就是土國流亡社區的分布圖 它都是分布在比較北方 靠近山區的地方 因為這個是因為氣候 他們比較能夠適應 之前呢 他們在南方還可能受死了很多人 因為那個氣候啊 脹氣啊 還有什麼 就是熱病啊 就奪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所以他們到最後都還是集中在這個 上面那個北方山區的地方 然後我之前 我之前到那個克什米爾那個藏區 裡面就全部都是穆斯林 因為克什米爾那個地方 他們就是信那個伊斯蘭教嘛 那那個藏區裡面 都都是穆斯林 然後我就去他們那個TCV 就是西藏兒童村 他們也有一個西藏兒童村 那裡面就 校長就跟我們說了一句話 他說我們雖然是穆斯林 我們不信藏傳佛教 可是達賴喇媽永遠是我們的王 就是其實 他們對於達賴喇媽的忠誠度 也不低於就是這些早傳佛教的品 然後呢 就是我們 流氓社區呢 的組成分子 就是他們流氓到了 到了這個印度 尼波爾 或是布丹之後 他們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為了自由來的喔 我後來才發現 他們 其實很多人都是罪犯 在可能在 浦泊境內殺的人 然後不得不逃出來的 或者是做了什麼壞事 被通緝 或者是被 被仇大追殺 或是欠的錢之類的喔 然後就是 跑出來到達賴喇媽 可是 我會發現 在達賴喇媽 這個地方的治安 好到不行 就是 除了一些小偷小妾之外喔 幾乎沒有發生過什麼 動到刀啊 槍啊 這種很可怕的那個 那個犯罪紀錄 都是 這真的都是因為 達賴喇媽的教化喔 因為達賴喇媽 剛剛就是有提到說 他們非常積極的 想要接觸這個世界 所以達賴喇媽 他在那個 講法的時候 他其實會融入 很多 比較新的觀念 比如說族群融合的觀念 就是 我們不要對穆斯林那麼壞啊 他們都跟我們一樣是人啊等等等 就是會比較用 情形一統的 懂的方式來告訴這些 這些 吐喇人 這些比較新 比較 比較接觸世界的觀念 用族群融合 他有性別平等的概念 那性別平等的概念呢 呃 達賴喇媽通常都會講說 你們不要把所有事情 都丟給女人做啊 女人是人啊 女人也想要跟我們一樣 過得很快樂啊 就大家要互相分工啊 就是等等之類的 然後比如說環保的概念也是喔 就是環保概念 其實有一個非常著名的例子 就是 達賴喇媽他有一次說 他不喜歡看到 土國人穿那個皮毛的 有帶有那個真皮毛的衣服 然後 境內的土國人 他們就發起了一個活動 就是燒這個 這個皮毛的衣服 他們真的非常平淡 然後呢 當年的中共呢 在他們的春節晚會上面 就強迫所有要出席這個晚會的 不管是表演者或是底下觀眾 全部都要穿帶有皮毛的衣服 就是 大家也知道總統政權就是很奇怪 好 下一張 好 那就是要講到流亡 剛剛為什麼他們會流亡 除了要見達賴喇媽之外 這個是最重要的原因 因為所有流亡出來的藏人 他們第一 第一件想做的事情就是 一定要見達賴喇媽 第二 他們想要自由 好 然後第三 他們想要學英文 這也是很奇怪的 有時候真是幾乎問到的都是 我們想要學英文 然後還有剛剛 除了剛剛講這些罪犯之外呢 大部分就是 就是 為了見達賴喇媽出來的 那 他們為了見達賴喇媽會 會封出什麼樣的代價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影片 就是2006年 在那個卓奧有封 是世界第八高山 發生的事情 是 有甚麼問題 是 八個月 一天 一天 早上 一天 早上 在三彩天 在5,700目的尾巴 它的時間 總之間 有些人 的 通過 在馬上 大陸子 你是玉米瓦门一人来自一艘效用的 股票在据捞住一个球员 把手指揮鑽 喔,一部人门的运动 一部人叫同胶 两人们在滚 一部人们发现机卖判 Щ 一部人跑去捞一通的 一部人员发现 如果不会这个动物 一部人们不看回来 专业一部的人们 最后一部人一人被避免 一公里远回来 一部人的一部人 看见另一部人员 还在带着 Danish and the British climbers are simply overwhelmed by what they see It's very strange for me to see how this thing happens To see this thing happens so close I'm not used to it I don't know what rise the Chinese thing they have to do things like this There's no need to kill them Hours pass by, a stranger arrives in the camp He is one of the hunted Tibetans He hides in the toilet There's a Tibetan in the toilet behind me Hiding from the Chinese military Another Tibetan man was shot and left to die in the snow over 5 hours ago I saw the soldiers firing Sir Chu makes a risky move He helps the Tibetan with some clothes and food I gave him some of my clothes I also shared with him on some food island In the distance, three Chinese soldiers count their victims Undisturbed, they leave one body in the snow Trying to find my information, the Chinese soldiers enter the climbers camp They have more than 20 prisoners, seven of them are children For them, the pilgrims to the Dalai Lama will end in a jail cell The Chinese soldiers are smoking, relaxed For them, it's just another successful mission In spite of what all the climbers witnessed The Chinese news agency, Xinhua, announces that Chinese frontier soldiers tried to persuade the group of Tibetans to go home But the Tibetans refused and attacked the soldiers These were then forced to defend themselves and to wounds to persons This is just another episode from an endless story It started 47 years ago When the Dalai Lama was forced by the Chinese troops to flee in Darshala Now the Dalai Lama has the Tibetan government in exile from India Just to see him or touch him, many Tibetans failed with their lives Mean while, year after year They are forced to watch their beloved religious temples charge into wrath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他們為了見達埃拉媽 還有追求自由,就是付出了什麼樣的概念 通常他們逃亡出來會有兩個路徑 第一個是就是拿護照 這應該大家比較少聽到 就是其實他們就是正規的拿中國護照出來 可是這個需要有錢跟有權 他們才有可能辦到中國護照 因為一般來說 獨國人在境內是非常非常不容易辦到中國護照 那有些人他們會拿護照出來 是為了要出國就是在印度這個地方等著去西方國家 然後他們會透過結婚、假結婚 不管是再結婚或是假結婚的方式 或是用買這個西方國家的Visa 然後直接到西方國家去生活 那第二種方式就是他沒有護照 那他要想見他在Lama 那他就是翻過喜馬拉雅山來走一個月吧 走一個月的路程 然後翻過喜馬拉雅山去見戴Lama 然後呢在這個路程當中 我覺得大家應該就是都聽過很多這樣的故事 就是在這個路程當中 他們會經過三個很危險的地方 第一個是雪山 雪山你們看到的 他們常會面臨雪崩的問題 還有中國冰濱軍射殺的問題 你剛剛那個那個影片就看到 那個就是有這個逃亡者 他們被中國冰濱軍射殺 然後雪崩 然後第二個就是他們會經過石林 就是一個就全部都是石頭 然後像泥公一樣 你可能會在那邊轉 如果沒有向導帶領的話 你可能會在那邊轉到就是死在裡面 就走不出來 所以他們然後第三個是那個流沙 然後流沙體也非常危險 你也是需要有向導帶領 如果沒有向導帶領 踩到那個流沙裡面也是就會不來了 所以他們通常就是會 比如說從艾利多來的 從康區來的 他們就會集中在拉薩這個地方 然後開始打聽 打聽有好的向導 那可能會付出非常高的這個向導費 然後讓他們就是想到會帶領他們 就是晚上走路白天睡覺的方式 然後走一個月到尼泊爾邊境 然後再從尼泊爾邊境到伊督境內 那有些人就直接就留在尼泊爾 那最近是因為尼泊爾現在親中 他們現在跟中國關係非常好 所以他們對這個流亡的這個國法 比較不友善 所以現在出來的人就變少了 然後還有些人就是因為走雪冰 他走一個月 然後因為凍傷會解肢 所以會在拉薩拉會看到很多 就是國文殘障 就是殘疾者 那剛剛這個影片呢 他其實有拍了一部非常長的紀錄片 我當初他是2007還2008年的時候 在達安薩拉做首藝 一部非常好看的紀錄片 就是講這個主要有風的世界 然後呢 我就是跟一群那個流亡圖國人 因為我後來在那邊待到已經 他們不覺得我是外國人了 已經覺得我是就是就是 就是蘋果人的孩子了 所以我都跟他們一起呢 在那邊看這個首映會 然後呢 我發現我們台灣人 看到那個影片的時候是非常 憤慨 然後覺得說 你怎麼就是中國人 怎麼可一可不成這樣 就是把他們當成狗一樣射殺 然後呢 這是一條人命名 怎麼會這樣子呢 可是呢 這些經過 經過這些 這些 走了這個一個月路程 來到 來到達安薩拉的圖國人 他們的重點居然是 那一袋 那一袋那個廁所裡面的那一袋熱死 救了那個男人 大家剛剛有看到那個 有一個男人抱著一袋東西 那個是 那個是 就是大便 然後因為那個大便是熱的嘛 所以他一直抱著那個 那他們的反應居然是說 那一袋死救了那個男人耶 就是其實你會發現 圖國人他們即使是經過這麼 這麼 艱困的一段路程 就是幾乎可以有些人 就是甚至丟掉了心靈 他們還可以這麼樂觀地 面對自己的人生 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圖國人最有魅力的地方 那 我們剛剛講到那個 就是偷渡的 就是偷渡的這個 這本路程 在那個 達安薩拉呢 會有很多小朋友 他們大概都是大概八九歲 十歲左右 他們就偷渡出來 被幫我媽媽送出來 那我認識了一個 有一個弟弟 他是八歲 然後我一次跟他聊 因為他非常天真可愛 然後我一次跟他聊天的時候 他就 我就說 你一個人出來嗎 你是怎麼來呢 他說 沒有我爸爸媽媽跟我妹妹都 跟我一起出來 我說 那你們現在住在一起嗎 他就說 沒有我爸爸媽媽跟妹妹 都背了一個抓走了 只剩下我一個出來 然後我一天就嚇呆了 我想說 那你怎麼可以長得好像 長得好平常喔 他就說 大家都這樣嗎 我到現在都知道 我爸爸媽媽還有我妹妹在哪裡 就是 有會發現就是 就會在那邊聽到很多 很悲慘的故事 然後呢 到了達安撒拉之後呢 雖然懂 達安撒拉這塊地 是達安撒拉跟印度租的嘛 就是一次付五十年的租金 然後這次已經是第二次了 已經付第二次五十年的租金 可是 都國人他們在這個地方的生活呢 是怎麼樣呢 其實 他們面對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他們跟印度人的衝突問題 其實還蠻嚴重的 因為 他們剛在那邊成立這個流亡政府的時候呢 曾經跟印度人有過一次非常大的流血衝突 當地的印度人非常不滿意他們 因為他們覺得 你們來搶我們住的地方 來搶我們的生意 來搶我們的土地 然後 然後 我們沒有拿到白毛錢啊 都是政府拿去的嘛 對不對 然後呢 所以當地的印度人對這個土國人 非常互友善 然後就 就放火燒了他們的店啊 然後把他們的那個房子都打爛 然後 還甚至有些 這個 土國人呢 會被追打到山裡面喔 就是 沒有辦法回家 那當初 那最後呢 還是把阿拉媽出來解決這個問題 把阿拉媽就跟他們當地的神仗說 如果你不歡迎我們的話 我們就去加拿大 加拿大對他們非常友善 現在還接受很多的那個 那個 那個土國的引誘過去 那 因為 當時 阿拉媽已經是 已經非常有名望嘛 所以其實印度人也有點忌憚嘛 然後就 成長一刻出面就處理了這件事情 可是 雖然挺襲了 可是到現在呢 還是會看到很多 土國人被印度人欺負 因為 我在那裡面 我在 我就在大安撒拉的時候 我的打扮不是像觀光客一樣 我就是跟他們的女孩子一樣 我是穿著很平常的衣服 然後沒有穿觀光客的衣服 然後 我的頭髮的時候就長 可是綁在後面就一把 就是完全是像 像土國女孩子 那 一般印度人不會 不太會分辨出來 我是土國人 還是 還是就是外國人 那 我跟我先生 就 每次都騎著我們 撲破的 摩托車去辦事情的時候 就會發現 就是會 遭遇到很多 不公平的待遇 有一次我們就是 要去辦那個 我現在要去考護照 要去考那個駕照 然後我們就去他們那個 駕訓 就是那個 應該是他們一個政府單位 然後我就去 就去拿那個申請標 回來提了 然後 那個 我們的摩托車就停在 剛好是那個 那個 no parking的地方 跟 可以 parking的地方的中間 可是他們的警察就 立刻來了 然後就說 不可以把車子停在這裡 能夠我們所會 要 要 100 100 Ruby 那 我先生就不給他 我先生就說 我們是停在這個中用 沒有停在 no parking的比賽 然後呢 這個 警察就非常的兇 就把我們那個 就是我們申請 我們要去申請那個 護照 在這個駕照的申請標 就搶走了 就很強的 就是非常粗暴的搶走 然後我當時就大哭了 我不是覺得 他這個粗暴的動作 傷害到我 而是我覺得 為什麼流亡藏人要遭受到這樣的待遇 如果今天 這個 停在no parking 就是停在這個 這個地方的摩托車 是印度人的 他絕對不會 印度警察絕對不會有這種態度對他 然後我就當場大哭了 然後我先生 我有時候覺得 這個 剛剛講的那個 獨國人的樂 樂 樂觀態度就是 我先生立刻就說 你沒有哭啊 那個申請標就十塊錢啊 他們其實就是非常非常的樂觀 然後完全毫無心機 就算被欺負了 他們也是這樣獨國人留下來 因為畢竟就是寄人底下 如果這個地方不收留他們 他們就真的沒有地方去了 然後 接下來呢 再看一下 這個是 錯了 這個是沒有 這就是講到我 我當初為什麼會去 戴安薩拉 剛開始我是一個背包客 就是跟 很多剛剛這個 下面的幾位朋友一樣 就是剛開始我是一個背包客 我就是會去什麼 泰基瑪哈里 然後 然後吃這些 達爾 然後到了一個月的時候呢 我就想說 不然我去戴安薩拉 看一下好了 但是那時候也沒有抱太大心 我覺得印度人的地方都是這樣子 結果一去 我就看到 最後那一張照片 那個幾張 完全是個天堂啊 然後呢 人又好得不得了 又不會騙你的錢 然後 又好熱心喔 就是 就是又好單純 然後 我立刻就愛上這裡 隔了一個月吧 我就把該辦的手續辦 然後就辦到這個地方來住 一住就住了四年 然後 就認識了我先生 那 我先生 這就是我工作的那個 中文圖書士喔 中文圖書士它 它其實呢 是一個很尷尬的地方 因為其實他們 反中反男的厲害 劉王陀佛他們的編曲 反中反男的厲害 可是 他們又不得不了解中國 所以他們會在 他們的那個 政府的圖書館裡面 會設一個小小的 中文圖書士 那裡面大部分的書籍就是 除了佛經之外 就是一些 明明人士他們寫的書 然後 就是其實也是有一些 政治宣傳的意味啦 然後就是 反中的政治宣傳 那 講到這裡 我就也必須要講到 那個 達爾薩拉的族群問題 達爾薩拉 其實它 它有非常嚴重的 族群問題 就是 除了剛剛我們講的 土國三區之外 這排隊最嚴重的問題是 最嚴重的問題是 就是流亡 流亡 土國人的第二代或第三代 以及從 土國境內出來的 這些 我爸 他們之間的問題 是非常嚴重的 流亡 流亡 土國人的第二代或第三代 他們是在 印度出生 在印度長大 他們的習慣跟語言 已經完全都是印度化了 那 可是在 境內出來的這些 他們是 比較漢化的一群 你會從他們看 看著那個電視的那個 節目就會發現 非常不同 流亡的第二代 第三代 他們看的是 印度的節目 那個唱歌跳舞 然後 然後那個 很像霹靂火的那種 演戲劇 然後 那個 從境內出來的 我爸他們看的就是 有藏文配音的 中國的 或是台灣的 演戲劇 尤其是武俠片 特別愛看這個武俠片 然後呢 你就會發現他們 其實在餐廳裡面 就是會分成 這個餐廳是 第二代第三代區 這個餐廳是 境內的 那 其實他們之間 已經產生了非常 嚴重的隔閡 這個問題 在之後 會 越來越嚴重 然後 不好意思 下一句 好 那 可是呢 他們其實 雖然這個族群問題 非常嚴重 可是其實他們 有一個 共同的目標 還有一個 共同的進程 就是呢 他們的民主化的進程 這個 對於 對於很多的 這個流亡土國人來說呢 自由這件事情 是他們出來之後 得到最珍貴的暴藏 因為他們居然可以投票 選他們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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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是 總理 應該是 社政 以前是犯成社政 現在就是 現代化的時候 他們犯成總理 那你們看到他們 在投票的那個 情況 這些 這些和尚的 他們在整理選票 後面那個 有沒有像那個 床單的東西 那個就是投票區 那是從床單 跟起來的 然後非常簡陋的 一個投票區 中間 你們發現 他們參與的 這個投票的過程 非常熱烈 大排長龍 真的是 他們十年才投一次票 所以呢 每次的投票 都非常非常的重視 然後呢 就會開始辯論 哪一個 哪一個這個 候選人是最好的 當時 2021年 是有三位候選人 一位就是 現任的總理 就是 郭桑桑蓋 然後另外一位是 他們的 內政部長 已經在 已經在 這個大廈裡面工作了 差不多十幾年 那另外一位也是 一位學者 他們提出來的政見呢 全部第一條都是 他們遵從 達埃喇嘛的 中間路線 然後再來 會有一些 比較西向不遙的政見 那我在 聽他們討論這個 要投給誰的 這個過程 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因為 他們的想法是說 一定要讓年輕人出來啊 你看這些老人 霸佔了這個 位置這麼久 他們有把我們 有讓心上獨立嗎 到現在我們還是 過得這麼慘啊 等等等等 你就會發現 又 又卻言論又出來 所以最後 過三張蓋會 出現的原因 也很大的一部分 是因為 他是最年輕的 他是最年輕的 然後 你會發現那個 就是最後那一張 他的投票箱 因為大家 投票聲太有 因為那個投票箱 都已經投進去 綠色的那個 投票箱 投不進去 然後他們就用紙箱 又在糊了一個心 的話 就你會發現 其實他們正在 學習民主的過程呢 還是不脫他們那個 非常樂天的那個本心 好 下一張 好 那當然最重要的 他們除了每天要面臨這個生活的問題之外 我剛剛忘了講到 其實他們除了租金問題之外 還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就是失業問題 因為呢 在這個 丹薩拉 他們是不能 這個流亡圖伯倫 他們是不能置產的 就是他們不能買房子 然後他們要開店做生意 都必須跟印度人租 付租金 那印度人 他們隨時要提到租金都可以啊 然後呢 所以他們其實是過得非常地沒有保障 可是他們在310這一天呢 就是那個 大家媽媽逃出來的那一天 他們每年都會有這個突破大遊行 這個飛體來大遊行 所以他們都會團結起來 所有的店都是關門的 都不會 就是 就是 只要是上人開的店 全部都是關掉 然後大家都一起來參與這個遊行 有沒有發現這個海報 然後 它代表 我覺得它海報化得很好 因為它就是 講這個 土婆境內的狀況 就是沒有宗教自由 然後還有 上面這個 你會發現這個遊行的 那個 非常的熱烈 然後最下面這個是 有 有印度人啊 有西方人啊 有 土婆人的學生在做海報 它 完全就是一個 凝聚 流亡 這個 土婆人的 那個 力量的一個 一個 一個活動 在那邊會發現 他們真的是 好團結 好團結 他們就是完全就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他們要 要成全市港的自由 下一頁 好 那說到他們其實 即使是在 在印度的土地上 他們其實還是會盡量保存他們自己的文化 剛剛講到那個藏醫學的問題 其實那個 因為達埃喇喇的浴衣跟著他一起 一起逃出來 所以他們的藏醫院呢 一脈相承 全部都是達埃喇喇的浴衣的學生 我真的不能不說藏醫真的很有效啦 就是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去試試看 雖然他們那個藏完很硬 可能吃完之後 可能要去開家裡 但是 對你的那個病痛真的是還蠻有效啦 我還可能要講到一下就是 我之前就是很 在那邊學徒服很嚴重的餵病 那我去看他們藏醫院的時候 因為他們那個藏醫院就是 給藥的地方就是那個小小的窗戶 然後呢 他 你是能看到那個藥劑師的 水巴的這個部分 然後 他在講話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 這地方好神秘喔 然後呢 他就會告訴你說 這個藥 早上吃這個藥 他們的藥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通常都是 集中藥包在一起 然後早就晚就吃一樣東西 他們不是 早上吃一種 中午吃一種 晚上吃一種 然後呢 他就說這個藥怎麼怎麼吃 最後他從他的那個 後面拿出了一個 那個 透明的一個小盒子包 然後他裡面還有 用那個 布 包的一個 比較大的藥碗 然後就來 就是包的很 很奇怪的樣子 然後就叫給我 就說 這顆 你要在第二天晚上 十二點鐘 放在水裡面 放到三點 然後 你再爬起來 不能開燈喔 好 我可以把它喝掉 然後我就覺得 哇 這是什麼 奇怪的巫術啊 可是呢 真的 我吃藥 喝完那一杯之後 真的我的病就好了 後來有一次 我就 我就跟我一個學化學的朋友 聊到這件事 他說其實真的很科學啊 這個就是呢 你的什麼 什麼 賣什麼味精 什麼走到你的味部 可能就是在那個 三點鐘的時候 然後那個藥呢 就是因為它不能見到光 它可能會變質 他說其實這都可以 用科學來解釋 所以其實 我覺得其實 藏人他們雖然 Joutuber 他們雖然有時候 你會覺得他們的理性 可是其實這 有很多東西都會 都是可以用科學來解釋 那他們其實在 在這個 丹薩拉呢 他們會 盡量保存自己的 這個文化 比如說他們 過那個 藏一年的時候 他們就是會 在這個 有限的空間裡面 因為其實他們 在這個圖伯境內 他們的那個 供桌 還有神桌是非常大 那可是因為在這個 他們住的是 印度人的房子 印度人他們通常都不會有神桌 所以他們都會在這個 小小的角落裡面 就會 就會 把一些供品 然後大家會看到 七顆酥油 然後還有 他們一定會吃 在重要的日子裡面 一定會吃 某某 就是那個 像小寶寶那樣的東西 還有轉機 老人家 每天一定都會 早中晚 或是早晚 去轉機 就是 他們其實會 在這個 異鄉當中 才會保存自己的文化 好 下一個 好這個是在 我先生他們的那個 圖伯境內 他們是安多人 我們就會發現 其實很明顯的不一樣 在圖伯 在那個 達安薩拉紀念 我們比較不會看到 這樣子的 宗教紀念 我們去遊行 然後這麼多人 一起看藏戲 還是 有一點差異 然後就是 境內跟境外 還是會有不同 不一樣的差異 那個服裝 也不太一樣 好 下一張 好 那現在就有講到 就是 柏巴他們 跟我們台灣人結婚之後 來到台灣 其實很多 很多柏巴他們 透過 那個結婚 然後到了西方國家 不知道不同的國家 這個 這個 這個部分呢 我可能 也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很多 很多女孩子 到了這個 達安薩拉的時候 你會發現 變成了一個 超級強的收穫 你可能在台灣 是法人問津的 比如說像我 我就覺得 沒有人要的這種 然後呢 到了達安薩拉 突然間你會發現 哇 怎麼這麼多人愛我啊 然後呢 你就會 就會開始思考說 他們為什麼 要這樣 這麼的積極 好 我後來才發現 其實他們是為了 有很多人 是為了想要出國 離開這個地方 因為他們其實 一旦逃出來了 他們就 沒有辦法回去 然後呢 也沒有辦法出國 就只能待在這裡 然後這個地方 因為事業率很高 有少量工作 然後 而且因為無所事事 所以他們其實會 很想很想要出來 我並不是說 這樣的現象是好的 但是當你理解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子的生活 你就會覺得 他們其實非常的可憐 那 我跟我先生 我先生不是因為 想要出國 才 才跟我結婚的啦 是 我跟我先生結婚之後呢 他們在台灣呢 是 怎麼樣生活的 他們其實 就是 拿不到居留症 之前 之前完全拿不到居留症 沒有辦法工作 那生活就是陷入 就是完全要靠太太啦 然後呢 他們最快樂的時候就是 過葬令言的時候 所有的 婆婆先生群 自己在一起 喝酒 然後吃摸摸這樣子 然後 後來我們就決定 我們 就是因為有青年關係 我們就幫我們召集起來 然後我們決定 我們要替我們的先生 去拒留權 那接下來就是 請葬請 跟我們講這一個 故事 到現在有沒有問題想問 提名的 聽者對大安沙那邊 有一些疑問太多奇的 有想問嗎 還是想做一些 剛才 剛才有一張照片是那個遊行 還是那個是 好像我們的宗教廟會呢 還是婚禮呢 還是 你說那個 獨國境內的那個嘛 對不對 那個是他們的宗教慶典 宗教慶典 對 先把問題保留到最後好嗎 你這位給我拜了小學 對不對 然後可以對兩位 還有甚至 也可以直接問聽其問題 可以直接由我先生問 對對對 然後會幫忙翻譯 對 對 所以你先講好 然後之後QA一起做 因為我想說 先消化一下 大家可以再也可以先想一下 對 沒錯 好 好 我不知道 對 其實 在 達安撒拉的生活 其實就是 半頭小弟 差不多 那 那 你身邊會出現 他有什麼樣經歷的人 其實 你也很想像 因為他們 就是 就像提到說 我們就是那個樂天 那剛剛他有提到 我們的兩千六年 的那個射殺 那個時候 我在 達安撒 工作的時候 有一個學生 他就是 當時被射殺的 對裡面 幸福的人 然後其實他跟我們生活 就很一般 但是 突然有很多外國記者 都要採訪他 我才知道 他有發生過 這樣子 但對他們來說 他們其實就是 就是 不得不 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家鄉 然後選擇到了這個地方 而且他們必須得經過一個 非常非常艱難的 痛苦的路 來到另外的地方 那那個地方 他們要怎麼出來 其實他們老子也是 就是沒有概念 好 有人現在也是在 達安撒 也是流亡 然後也是在 那樣的社會 那剛剛提議有提到 印度人跟藏人 其實是 會有非常多的糾紛 因為 我們都不喜歡印度人 因為你跟他 平常的交情在好 他都會為了利益的事情 然後 一朝半天 就為了上廁所 跟衛生物這件事情 他就可以跟你 跟你產生很大的 跟你比較衝突 對 類似這樣的事情 所以其實在那裡 是非常的困難 然後 工作也不是那麼容易工作 那不管怎麼樣 就是後來 我還是拉回到 就是我先生 2009年 2009年 我跟我的先生 在達安撒拉 跟我們結婚 然後我們等兩個月 才拿到我們的結婚證書 然後拿到結婚證書之後 我們就開始辦理 我先生的一清簽證 要來到台灣 但是那個時候 我們所有的手續都辦了 而且那時候你在網路上 在任何通路上 你都找不到相關的資訊 包括你問 問達安撒那邊的 流亡政府的所有的相關單位 他們都不知道 然後你在網路上找 都不知道 問我們的外交部 你打去外交部領務局 他就是 他也講不清楚 他就跟你說 他會心理說 你為什麼要跟一個 照理結婚 然後先問你的這件事情 對 然後你知道嗎 在任務打電話 其實還蠻花錢的 然後你光是就是為了 跟台灣的那個 螢幕局 講這個電話 你就花了很多錢 為什麼 因為都是他這個意思 他想要說服你 不要留在那裡 那你就會覺得有點默奕其妙 而且剛剛講電話 就會很緊張 其實我第一次打去 我要問 我們到底要準備什麼文件的時候 他講得非常的快 我說請你再重複 你沒聽懂嗎 就是這樣 然後就沒有了 反正呢 我們很辛苦的 把我們該準備的東西 就準備去了 但是到最後的結果 他還是跟你說不準 那你完全不懂 我花了這麼多錢 還有時間 然後這麼認真的 代理這些文件 那為什麼你還是 退給我們的文件 就是不準 不允許 那你問他說 為什麼不行 他說無可奉告 他說無可奉告 好 那時候不得已 我就只好自己先回來 因為其實在那裡為了辦結婚 還有我自己的工作 已經在那裡 逗留了非常長一段時間 所以後來我回來台灣 然後我先生人夫 他也沒有辦法來 所以其實 當時我其實不知道 我還可以怎麼做 因為我們已經 該做的都做了 他還是拒絕 你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是一直到後來 我發現我懷孕了 但是我的先生卻過不來 那是我媽媽有點緊張 所以後來我們還是 用了一個很笨的方式 就是用了一個很傳統的方式 就是找庫吉利的立委 來做這件事 那庫吉利的立委呢 他們比較常在處理 中國配偶的事情 然後他把我先生這個帳文 也當成是中國配偶 所以他就叫我們 用申請中國配偶的方式 來申請 但是我跟他說不是 所以他不知道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他完全想不通 就是為什麼外交部不讓他來 他一直說 你一定是什麼文件沒有信號 但是我告訴他 我們該 我得秀給他看 就是 所有的東西都給他了 然後我們還要經過一個叫 境外面談 就是我跟我先生到外館 那個到底叫什麼 經濟文化中心 因為我們在那裡比較 我們不算是一個外交單位 他只算一個經貿中心 我們去那裡 然後他必須要幫你做一個 就是我跟你面談 然後面談完之後再換你先生 然後再把你們答案做比對 有沒有出入 你們有可能是假結婚之類的 他做這個動作 然後還有一個是 他也要審核 這個人有沒有資格當你的老公 所以當我們境外面談結束之後 當時在任的那位楊小姐 她一直告訴我說 他條件不好 他就是個流氓的人 你為什麼要跟他結婚 當時我也覺得說 關卡牌子 確實有時候 他有什麼事情 包括到了台灣也是 我記得那時候 我媽媽找了顧及地的立委 立委他雖然搞不清我狀況 但他還是要重立他的權利的案件 所以他有打電話去 他說反正不管怎麼樣 就是讓這個人來到台灣 因為要過年了 因為他身上有小孩 所以他要來 來兩個月也好 所以外交部禮物群那邊 就開始 他們就要開始工作了 所以我就從那一天開始 立委打電話隔一天之後 我就每天接到 提名一個小姐的電話 他就是問你說 蔡小姐 你為什麼要跟妳這樣結婚 製造我的困難 就是製造我的麻煩 然後那時候我懷孕 我每天就是非常的氣氛 然後我還得跟我肚子的小孩 你知道我在生什麼氣 就是類似這樣 就是這是剛開始的一個狀況 然後後來我先生來了 反正就是立委打電話 他就不斷地去使用 他就斷了最後他可以來 然後來到台灣之後 小孩還沒有生出來 他就快要離開 因為兩個月有簽證 他只給他一個簽證 叫做T6簽證 就是觀光客拿的那一種 然後兩個月 然後他上面會蓋一個帳 叫做不得轉居遊 對 不得轉居遊的這個帳 筑記帳 兩個月來了之後 我要先說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 我們在 我們本來是說外本好了 就是在台灣 在密度的那一個辦事處 他其實是承認 我們的婚姻是真實的 因為他經過境外面談 他也勝過我的先生 雖然他覺得不滿意 是個榮證的 但是他還是覺得說 他是你的先生這樣 好 既然承認他是我的真實外配 但是他卻不讓他來到台灣這個地方 那 反正後來我的先生兩個月 拿的那個 停留簽證兩個月期限到之後 他就得要離開 他就得要離開 那時候呢 台灣農政 農政的朋友 他介紹一個朋友給我認識 因為他長期都在處理外配移工的問題 就是 鞏遊歉 他是白霜霜黑霧的全新公聯盟的指揮長 那當時他協助我 那我們走這個過程呢 其實就在那個時間點 我們寫了非常多的信件 真情書 然後去給外交部跟移民署 那其實都沒有解釋 其實應該是說 他們都不敢接這個這本件 就是移民署他會推 他會說 這個案件不屬我們管 因為外交部已經拒絕他 所以他不屬於我們管 所以你們去找外交部 是外交部拒絕你們的 那外交部拿到了這個案件 他說不敢我們的事 是外管那裡拒絕的 所以你去找外管 然後我們去找外管的時候 外管說 我們沒有這麼大的權力 是外交部說不準的 所以他們的糗就這樣踢來踢去 後來我們最後曾經書寫到了 寫到了就是 外交部跟移民署 沒有辦法解決的一個法庭到那裡去 那到最後的結果他還是打回來 就是不讓這個人留在台灣 所以他就等於離開 那其實那時候非常非常的擔心 先生離開之後他就再不能進來 就是要再進來又非常困難 也不可能每一次都靠一個人 但是 不過因為那時候小孩剛生 所以而且在這段過程 其實我們找了換了好幾個立委 因為每一個立委都搞不清楚這怎麼回事 所以我們不斷不斷的在幫他們找法條 找資料給他們 可以說服他們說 這是官方的問題而不是我們 所以這過程非常的耗盡所有的力氣 後來我覺得我要保住我的小孩 因為他才剛出生 我覺得我要以他為重 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說算了 就是當時有欠有提說 大家都就是在這個時刻 先生就要離開了 我們來拍個競選會 但那個時候其實也沒有準備好 我沒有辦法想像那個競選會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跟我先生商量的結果是 我們就來試試看我們會遇到什麼 而且其實那時候在我所知道 那時候婷姻還沒有回家到台灣 那在台灣我所知道的 只有另外一個家庭跟我 就只有兩個家庭 後來我跟我先生討論 後來我跟我先生討論 我覺得不要浪費那麼多力氣 不要浪費那麼多力氣在這裡 然後說就讓我先生出去 那出去之後 我們這邊還是努力想辦法讓他進來 那所以第二次隔了兩個月他有進來 他有進來 因為一樣是那個議員幫忙 那後來又把兩個月的簽證改成 是可以延期兩次 所以是進來可以是半年的 可以留這麼久 然後一直到我的先生 他拿的不是正式的護照 就是流亡 印度政府發給這些流亡藏人 可以出國通行的證件 叫什麼證 ISC嗎 他們是黃色的皮 黃本子叫旅行證 所以他們都是拿這個出國 那當時我先生的那個黃本子 IC他的葉樹蓋滿了 所以他要重新換這個本子 要等半年 所以我們也因為這樣子 因為你知道那時候小孩很小 他我們都有一點擔心 他的根會不見 就是會失根 所以先生每天都在他耳朵旁邊 一直講藏文 然後我先生是唱歌的 所以在他離開的時間 其實他是錄好歌 你聽說放歌給他聽 我怕他忘記爸爸 那所以半年 半年我很難想像龍珠再回來 我的小孩還認不認得他 就是還能不能有連結 所以後來我決定 就是我們決定就是把小孩 一起帶到印度去生活 就是等他把文件辦好的 在一起回來 所以我們就去了印度 生活了半年 那時候是一家人去 那回來之後 回來之後我就發現 之後陸續提命他們回來 還有其他的家庭人回來 但是我接觸到回來 第一個打電話給我的 是另外一個家庭 那他的狀態根本有一點像 就是他已經懷孕八個月 但是他的先生一直進不來 然後他卡住的點是在戶籤 他們當地的戶證事務所 因為你要辦所有的文件 你得先要把你的戶籍藤本 先去幫你先生入職 做了這件事 你拿到新的戶籍藤本 你才能夠寄到藝度 讓先生去辦接下來的文件 但是他在那裡卡了兩個月 然後原來是他當地的 底層、金層的工作人員 不敢處理這件事 所以他就寫工一直往上送 送到後來不知道去哪裡 然後他每天打電話 一直在問到底怎麼了 公文送到哪裡 然後他就一直哭 然後他的狀態也是家裡面非常反對 他會覺得為什麼一個女孩子 要去嫁一個不能來台灣的人 對 所以他的那個壓力是非常大 然後他又在懷疑 沒有人在旁邊在照顧他 所以我後來是 他透過朋友打電話給我 我是在陪伴他的過程 然後讓我覺得 我們為什麼要容忍這件事情 所以後來我再去找尤茜 然後跟他說 我們要自己出來爭取這件事 然後為什麼我會覺得想要出來爭取 是因為當時我剛好在做相思療的議題 就是跟朋友在拍影片 然後在看那些阿公阿嬤的事情 那我就覺得那為什麼我們不出來自己爭取呢 所以後來我就跟我所知道的家庭去聯繫 但其實大家會有壓力 對於要站出來面對媒體 這個又是另外一種壓力 所以反正後來不管 就是尤茜願意協助我們 所以我們就開始出來 開了2011年12月7號 我們開了第一次記者會 然後就一路走下來到了今天 那其實當時我跟我的先生說 其實他們不來台灣 他們可以去別的地方 那別的地方其實對他們是友善的 那來台灣其實等於是困在這裡 當時我覺得當時我先生要追求我的時候 我是一直拒絕他 我跟他說你好不容易從西藏就是徒國 在中國政權下 那你好不容易逃出來 來到這裡有一個比較自由的空間 然後你又可以從哪裡去到另外的地方 你不要來台灣 我在台灣從來沒有在路上遇到國發 遇到藏人 但是我去到美國 去到別的國家 我很輕易的就可以遇到藏人 但在台灣沒有 那表示他們都躲到角落去 所以我說你不要來台灣 但當時其實我不知道會遇到這些事 我只是覺得他們都很困難 在台灣你看不到 那就表示他們都到哪裡去了 因為這個政府其實是不歡迎他們的 所以那時候也是因為這樣 我沒有接受他 不過反正後來就還是有經過半年吧 反正後來還是有跟他在一起 就是他們有一個剛剛提音有提到的 就是他們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熱心態跟熱怪 就是當時他怎麼說服我呢 他說你知道嗎 我們是游王的人耶 我們這麼苦 而且我們經過雪山都沒死 所以老天不會對我再更怪了 然後我就想 對啊 然後我就想 台灣也算是一個民主跟自由的國家 應該 然後我就 然後 然後 然後後來來台灣之後 我就跟他說 很抱歉老天對你不錯 給你一個不錯的老婆 我認識台灣政府對你不好 所以他其實是 來台灣他是什麼都不能做 然後拿了一個停留簽證 幾個月就要出去 那六個月出去 我們就要花六萬塊 因為他要機票 然後辦政見 你知道他辦的政見 不是做一個捷運 然後聽一張子 他要辦好多張子 然後你要跑到很多地方 比如說你不懂 你必須擠滿六個張 就是當地的那個警察局 然後鄉政府 市政府 縣政府之類 然後最後跑到印度的外交面 就你要擠滿這些張 我們的外觀 我們的經貿中心 才認定你的文件是OK的 就是這樣 所以那個過程 要花很多時間跟很多錢 然後外觀極力的在 在想要讓我們知難而退 所以他每一次收的文件 都不一樣 就當時那個狀況 有時候要這個 有時候不要那個 所以常常都為了這個 疲於奔離 所以那個過程是這樣 那當時我們出來 對當時第一次要開記者會的時候 不是 當時我們決定要出來的時候 我就問我先生 因為其實他們拋頭落面 是有風險的 就是我們風險的 因為他們怎麼樣 都想要回到自己的家鄉去 我從兩千里之年開始 做這個議題的填調 問到的每個藏人 除了在出生 好 我不能說所有 我要說大部分的藏人 他們都是想回到 屠國那個地方去 不管他是不是在哪裡出生過的 好 那我的先生也是 他也是想要回到他的家鄉 更換他的父母都還在 所以他從兩千年流亡出來到現在 他沒有見過他的家人 低情其實也是 這些流亡場裡其實都是 所以他們都非常想要 見到他的家人 所以當時他說 嗯 可惡 有可能回不去 對啊 然後我們當時也想 可能爭取這個事情 因為你知道嗎 這個議題太小太小太小了 而且又是關乎一個家庭的福祉的事情 又不是土地的想法 所以這麼小的事情 有誰會去戰略呢 所以我們就覺得 他可能要爭取個十年 但是要是目前我的小孩四歲 四歲 大兒子四歲 所以這個具有錢也好不容易有拿到 我們從2012年其實還蠻快的 2011年出來 2012年 2012年就拿到行政院的一個班了 那那個時候 他最後行政院有給我一個行政辦法 他意思就是你有小孩的話 你有小孩的話 那你呢 就只要接受兩年的觀察期 你就可以去申請居留證 那如果你沒有小孩呢 你要觀察得比較久 三年 那這觀察期就是一樣 但你就要重去一次 然後再回來 然後你在台灣要待滿183天 跟其他外面一樣都是183 然後呢 他比較奇怪的是 你還要經過一個專案審查小組的審查 審查你有沒有資格來申請這個居留證 那當時的一個協調會上 我覺得這個非常非常的不合理 所以在協調會上我就問那些長官 你這個專案審查小組是誰組成 是哪些班會主成啊 然後你要審查什麼 他們那時候才說 喔 外交部已經屬蒙藏委員會 然後 然後我說那你要審查什麼 蒙藏委員會呢 第一個跳出來說 我要審查他 是不是真的藏人 他說啊 你知道嗎 為了你們 我們開了一個很大的門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福利 所以我們怕有人假貓找帳篷 因為覺得很扯 有誰要去假貓 有這麼這麼弱勢的人 就是這樣 對 然後考試是什麼 就是找一個人跟你對他 用帳篷對他 然後給你考試 就是這樣 然後到了今年 到了去年 我們又在 因為新辦法執行一年 實行一年 所以一年後 我們會再要求 我說你這個不合理 他又經過協調 又給了我們一個版本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手段 那個時候他給我們是8月8號 2年13年8月8號 那之前大家就是一連串政府都在做一些很扯的事情 所以大家都對他很反感 所以他們開始就去挑一些小事情 來想要讓自己的形象好一點 所以呢 我覺得我們的案子是這樣子又被改 就是他有 就在我們同時在吵的時候 他說 好吧好吧 你們不要再叫了 我把你們都各縮減為一年 但是我們要求的不是縮減 我們要的是跟外配一樣 你一進來 你既然承認他是你的外配 合法外配 你就應該讓他進來就有拘幼症了 而不是讓他像一個外國人一樣 好就是這樣 那反正他各縮減一年 所以現在改成 只要你是有小孩的就是一年 沒有小孩就是兩年 而經過這個觀察期 然後這個一年的表情就是一樣 你要出去 拿著那個不得轉居留的那個證監 就是出去這樣子 然後要花那個錢 但是其實啊 他這個只是行政辦法 所以他什麼時候 要把它抽掉拿掉 都是可能的 所以表示我們這一批 雖然我們爭取的是通案 然後大家也陸陸續續 可以去做申請 但是誰知道幾年後 他可能覺得 不想要再讓太多的藏人進來 他又把它拿掉了 為什麼呢 我記得我們有一次在 陳潔如委員 就是反正不管是誰 反正我們再一次協調會上 蒙葬委員會第一次來 他就說 你們異度 流亡到異度的藏人 不受我們蒙葬委員會管 但是開會開會開會到後來 他又說 我們就是要用盡所有的手段 跟方法阻擋任何的藏人來到台灣 所以我們不要讓太多的流亡藏人來台灣 所以我們有 他之前要設一個落日條碼 就是他壓了一個日期 那個事件是2008年 野草莓運動出來 然後有一批探尼學生出來抗議 然後接著一批流亡藏人出來抗議 所以在那個時間點 那些流亡藏人有取得居留證 然後後來可以規劃 那也有23個家庭有出來抗議說 他們是違法 因為是黑戶留在台灣的藏人 那他們是違法的 都可以設行居留 那為什麼我們不行 所以台灣政府就有給他們一個 也是辦法 一個行政辦法 那時候有壓一個落日條碼 就是好 只要你是在97年12月26號 來到台灣的 之前喔 來到台灣的藏人 就是經過婚姻 來到台灣的 你都可以來申請居留證 但是在97年12月26號之後的 通通都不能來 所以像我們都是那個時間點之後的 所以都是被拒絕的 所以他當時他自己就說了 我們就是設了97年12月之後的 我們都不管了 所以誰都不要來 就是那個王處長 他死了 他死在那個 拉薩爾山上 就在我們的協調會之後 他取得很好知識體 反正就是他自己講出來了 他講出來 所以我才知道 其實他們是有介入的 而且是在 然後你知道嗎 我們拿到我們的通診之後 我們再去查 他們把那個 97年12月26號的這個辦法抽掉了 所以 所以其實 這個事情沒有可以解決 他只是為了 讓我們這一批人 近身不要再吵 為什麼 已經給你們了 你們說不要再吵 但是哪一天他要抽掉 他隨時都抽掉了 因為他的法 你知道這行政辦法是不需要經過立法 他只要內部開閣會決定這麼做 方便他們行政就這麼做 就可以做 就是這樣 好 這個部分應該就 大概解釋一下 就是泰安藏人 泰安藏人他有非常多種狀況而來到台灣 有一部分是盟藏委員會把他們帶來 卻把他們棄子不管 所以他們變成A組 那我們這一批的藏人 是因為通過婚姻而來到台灣的 所以就大哥大概講一下 怎麼做 嗯 謝謝 我們請到 我們現在時間的關係先開放 對不對 大家有問題的話 我們第一文先開放三個問題好嗎 請問一下那個出國人 在印度有多少 還有現在在西藏有多少 好 第三個問題先 請問過 就我的 我對突國社會的了解 達賴喇嘛對他有很大的影響力 那我的好奇是 達賴喇嘛他不可能有聲有勢 那他也有說過他可能全都在轉線 那麼 土博社會要怎麼應用 那個拉賴喇嘛的狀況 或是 他的社會結構會不會因此改變 第二個問題是 我對土博的了解是來自於一本書叫《天葬》 那他有提到土博社會 本來在土博的土博社會是 是比較精英主義的封建社會 那我很好奇 那現在在印度的土博社會 他的社會結構是 還是類似維持類似的結構嗎 那每個人跟每個人怎麼相處 那是不是有機會透過民主化的過程 讓土博社會變成 每個人的權利比較平等狀況 第三是 我相信土博的人 有機會回到中國佔領的那塊土地 那麼 接下來的狀況是 如果有一天回去的話 那麼 流氓的土博社會要怎麼融入到原來的 已經被中國現代化的土博 我覺得第三個問題有點難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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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一位要非常 來到 我可以先回答一下 人口術的問題 就是 目前那個 如果境內 他們的人口術 粗工 因為他們其實有很多 是沒有包入口的 因為他們那個 少數民族政策 是 是一戶人家只能生肺量的 那也是像我先生呢 他們家是有五個小孩 可是他們只抱一個戶口 所以呢 粗工 是六百萬人 那 境外呢 就是 印度尼波爾批丹還有西方國家 大概是二十萬人左右 對 對 第一位 謝謝 他的 其實他 第一位先生 我們兩個都沒有搞清楚 問題 那你知道嗎 有 萌照委員會其實 不管是民進黨的時候 不管是之前民進黨執政 或者是現在國民黨執政 他完全不受這些影響 他就是只做抬到最後的事情 嗯 因為我其實修部門課 是當時的 就是 許志全老師 他是五個 他是民進黨委員會的委員 對 然後他其實有跟我們講過一些 他當時在做 所謂的那個 就是委員長的時候 的一些想法 對 那的確有提到就是 某種委員會的確有些官僚 是會有種的 對 的確是這個樣子 但是 但是當時他也是有去過西藏嘛 這是蠻難得的 這是一個 某種委員會的 正分 然後他 不是去西藏 對不起 是 就是去到 對對對 沙拉醬 嘿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要被指出來的 對 跟現在的狀態 是 是不太一樣的 那我覺得 這東西是我覺得 我們要去知道 感受到的 而不是說官僚 官僚其實是沒有頭的嘛 那 看頭是誰 那頭是誰選 頭其實是我們大家選的嘛 對 所以 應該會有差吧 我不知道 您還是覺得沒有差嗎 對 不好意思 兩千年的時候 陳最扁 兩千年的時候 處理一批藏人 他是用無貴旗國民的方式來處理 馬英九處理的時候是用無貴旗國民來處理 對 那確實不一樣 但是我要說到盟葬委員會呢 他的前身 他是什麼 然後我覺得不是所有在盟葬委員會裡面工作的都是壞 不是 但是他主要的決策者是他的心態 那他想要怎麼做 這是重點 所以當時 當時我們 再處理我們的問題是 有一個他的 他的 他在任的主委叫羅倫學 他同時也是行政官 對 他現在是法務部長 他完全在擋這件事情 就是他覺得說我給你開了大門 所以他在上任法務部長上任第一天 他說我是最重視的卷 但其實沒有 不是 只是我當四萬小孩 我真的沒有力氣去跟他看 不是 這一批藏人 你看他主持人 他也開會的時候 他也說我最重視的兒童 但是他讓這些小孩都沒有爸爸 就是這樣 然後還有呢 蒙葬委員會有一個很重要的叫決安慈人 他是個藏人 但是他完全在擋這件事情 他就是要讓他們分化 所以蒙葬委員會 為什麼剛開始在印度的藏人 我非常的討厭台灣人 是因為蒙葬委員會到那邊去做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 然後是一直到第一次 李登文邀請了 李登文邀請了達海媽來台灣之後 達海媽回到流亡社區去之後 才告訴大家說 台灣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家 他很自由很民主 與中國不同 所以有些這樣才開始慢慢的接受 你知道有一個法師叫日常法師嗎 有很多店叫藝人 他就是第一個台灣合上去跟達海媽學吧 當時所有身邊的同學都不理他 因為他是個台灣人 對 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是有原因的 有個不是 然後到目前為止 你知道嗎 我完全想不通這麼這麼小的一個事情 就是我們的事情 這麼這麼小的事情 為什麼要蒙葬委員會弄了那麼多日期 來接聽我們的電話 散任我們臉書 我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為什麼不把這些利器去做別的事情 那你也搞不懂 為什麼他們要百般阻擾 讓這些葬人來到台灣 為什麼 我們也還是不知道 但是我們就知道那個決案之人 就是不想要太多長人來 然後他底下也有一個人 所以其實我們也有朋友 是在蒙葬委員會裡面 也是這樣 朋友在裡面工作 所以有些人是為了工作 不得不 有些人他是真的有目的的 在裡面做一些事情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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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蒙葬委員會前身為什麼設立 他就是要來分化 它是不要台灣與 與 與 胡勃 不要與蒙服太接近 其實那時候我們猜 我記得我也是去採訪 迦阿媽的時候 然後林氏記者就問他 反正每一次去採訪 所有的記者都要問一個問題 都要讓他來講說台灣不是中國的 然後他媽都會 我記得他當時有說 他說其實你們不用要我來講這個 台灣就是台灣 不需要我來為你們說這個 而且他說他還有說 他說我們要先處理我們的問題 就是西藏的問題 因為他們也在一起 只要西藏問題能夠解決 台灣問題也能夠解決 因為我們愛跟著海 對啊 所以 謝謝 那接下來 林先生問了三個問題 我們今天可以回答一部分 一個問題是關於 如果我失去了達賴賴的話 他們的社會結構的問題會不會改變 不好意思 這個部分因為其實流亡社會他們已經投了很久了 就是因為大家現在已經80多歲了 然後那他隨時會隨時會圓擠啊 雖然他說他他預計他可以活到100歲 然後其實這個問題在流亡社區討論很久 那達賴賴他也明白的講說他的下一世 其實第15世轉世會在自由的國家 或是在自由的國度 不會在中國境內 那目前預測最有可能他會在加拿大那邊轉世 這個是就是他們比較多的預測 是這樣子 那他如果真的就 而且喔 萊拉拉他並不是說一定他原期之後才會有轉世 其實萊拉拉他也有可能在這一世 他還沒有原期的時候 就一定有一個轉世出現 這個是 嗯 很熟悯喔 但是其實在前面 因為萊拉拉他現在十四世 所以他其實有幾世的這個經驗呢 是他還沒有原期就已經有轉世了 所以這個也不是過無可能的 他現在也有可能在祕密培養下一任的轉世 好 那其實當他出生在一個就是民主的國家的時候 他還是一樣啊 就是他還是一樣是這些流亡 流亡女人的民主 然後一樣是境內的精神領袖 這個他其實是為了擋中國 呃在 呃 歷史就是萊拉拉遠籍的時候呢 他們可能會說他們在在在在土國境內找到了一個轉世 然後然後培養一個傀儡 但是萊拉拉他已經 預測到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中國的下一步 所以他已經先說他會在自由的波度轉世 而且他也有可能 呃 呃就是他沒有原期的時候就會轉世 這他已經先說好了 那剛才提到那個民主的基因制度 基因制度 那他們其實以前那個封建制度真的是非常的腐敗 老實講真的非常腐敗 可是他們到了那個 因為他們呃 流亡的時候他們收到非常嚴重的教訓 因為這個打下政府的腐敗 導致他們連國家都失去了 所以呢 他們現在非常積極的在推這個民主的制度 那他們流亡政府的這個已經夠了 那當然就是現在是政教分離 2011年的時候 大家也滿意正式說 他呃 呃不參與那個政治的決策嘛 那他只專心做他的宗教領導人 然後目前呢 那個政治的這個權力是下放到這個 羅三三開就是高雷復法 就是設政整理者 那他們這個 高雷復法他下面下下呢 就是會有很多的 就跟我們政府是一樣 我們就說有內政部啦 宗教文化部啦 然後衛生部啦 教育部啦 呃外教育以及思維部之類的 不好意思喔 然後 然後他們其實呢 在這個分工的過程中 因為他們其實目前是只有20萬人 所以其實是一個可以做很多嘗試的一個政府 所以他們在這個分工的過程中呢 其實是還仍然不斷的在調整 調整他們的民主化的腳步 那就會是 呃目前做 那其實我覺得就我的觀察 他們的那個流亡社會的變化 非常快速 因為他們人很少 然後那個流動率很高 那每個人進來的時候 會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那當然你剛剛說的那個精英式 的確是存在的 因為他們其實流亡政府 他們當裡面的這個公務員 大部分是在印度出生的 那他們可能不是 不會非常了解 就是從從土國流亡出來的人 他們的狀況 那剛好從土國出來的人 他們受的 就是他們的交易程度 也沒有這些二代三代的交易程度高 那這個的確也 的確是 我剛剛講到這個族群分化的問題 還有加上這個精英式領導的問題 的確是在土國社會裡面 是存在很大的問題 那我目前是不知道洛桑桑桑 因為洛桑桑他本身就是一個精英 他是哈佛畢業的 哈佛伯士畢業 所以我不知道他是有意識到 這樣的危機存在 然後已經達爾喇嘛原期之後 這個流亡政府 到底會走向什麼樣的狀態 這的確 我們目前還沒有一個定文 但是可以再慢慢做觀察 還有第三個問題 就是關於熱望的 陸國人如果有一天回到詹區的話 好我剛剛有 有用了一下我先生 因為其實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那我現在發現說 我們這麼樂天 大家有隨便去什麼地方 都可以融入得很好啊 就是他們大概是會這樣子 我覺得 這對他們來說 適應不是問題 你再開放三公子嗎 你再開放三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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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剛剛因為聽到那個 申請的一個 身分的過程 那申請真的是忍住 想要罵一下冠冕 就是關他屁私 就是人家懸老公 就是人家還要罵 那我其實有幾個 問題想要問 就是一個月提到 剛剛那個提到 是監聽跟三領處的那個部分 那不知道說 在那個過程好像沒有詳述 因為我覺得 在一個台灣 這樣的一個民主社會裡面 居然會為了一個身份 申請的問題 遭受到監控跟三領處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 民主政治待有的一個崩壞 所以我覺得台灣 其實在一個民主的一個 成熟的過程當中 其實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所以這個部分 會不知道 等一下是不是可以再做 多一點的說明 那第二點就是說 因為我常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我覺得中國非常厲害的是 他們很會說謊 而且他們很會 他們說謊的功力真的是 他們非常會思想改造 這也是我真的在美國 真的是真正的見識過 他們 我在美國的中國同學 提到西藏的問題的時候 就是有提到 中國當時 進軍五萬人民解放軍 是為了要解放西藏的人民 脫離那個 西藏人民可以 就是 他們一直說 他們其實是不是在服侍老嗎 那有很多的一些不實的謠傳 有很多的拆商跟污衊 那 但是這些都是中國人 他們深深所相信的 所以我想要 就是說 等一下是不是也更新的解 就是 幫忙解釋一下 就是在西藏政府裡面的那個 奴隆制度的那個部分 就是說西藏 對 他們真的是世代為奴 世代為奴 就在服侍打敗喇嘛的這個部分 那第三奴隆就是說 那中國政府他們後來其實就是 就是選舉出所謂的班禪政治 那這個班禪 他們在中國現在的 那個選舉出來的那個過程 是不是 以及他現在在西藏的角色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也可以 就是要讓你知道這樣子 好 我們問題結束 謝謝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請接下來 我也可能就是把問題 嗯 多剪短一點 謝謝 就是剛有提到有想問 主要是兩個一個就是 針對你剛說 就是剛有新生進了很樂天 很容易融入社會 可是卻又有同時 存在的落差是 他們境內有 有找出民族分化的起見 你可能知道這個人的差 他們如何自己如何看待 就是他們可以很樂天 是融入一個社會 可是卻同時 從西方 西藏出來的人 卻跟他們當地 印度已經第二代第三代的人 之前是有分歧的意見 這也是 第二個就是從這裡延伸出來 那在當地 嗯 西藏還存留在中國 統治下的這些人 達賴老闆是如何影響持續 因為達賴老闆已經流亡 大概五六十年了 在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還在中國統治下的藏人 如何一直存 傳承者還持續 遵循或者是當作 達賴老闆是他們精神移秀這件事 就是我有點好奇 這次是 達賴老闆的影響力 是這麼深刻 在當地是如何 繼續傳承這個影響的 謝謝 謝謝 還有第三個問題 再開放最後一個問題 現在的西藏 好像看你們比西藏人都... 整個問題怎麼解決 我自己想要再加一個簡單的問題 我自己想要再加一個簡單的問題 就是 現在兩位都是媽媽嘛 那不知道你們對於小孩自己的教育 還有身分認 你們會有什麼樣的欺負 因為他們畢竟 會生長在一個有點尷尬的環境裡面 他們的身分認證 不知道說你們會怎麼樣教育他們 然後... 要先把第一個問題 那個... 三點書 跟... 電話接聽 那個就是... 這個怎麼講呢 就是... 你只要一半或一半 你的電話去追問 然後 然後我們所討論的事情 他們就會知道 然後會做出詭異 那 是不是 其實在我們的寫訪會上 或者是 他就會自己打電話來說 我們怎麼樣怎麼樣 比如說我們說他 都不照顧我們 他隔天會打來說 你可以來申請我們的補助喔 就這麼小的事情 然後是一直到 一直到有一個朋友 他是在門上委員會裡面工作 他是個帳人 他其實是有提醒我們說 他們是會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就是 好 就是這樣 然後我的臉書已經被刪過兩次了 真的覺得很難 所以我現在也不太會 所以就是 寫很多文章在上面 三次關照 還是蠻險的文章在上面 沒有 是整個關掉啊 你再也找不到這個人這個帳號 沒進去 就有一天你今天還在回覆 一個天你就完全打不開 就是完全沒有辦法找到你的東西 所以你的所有的東西都不見了 所有的就是這樣 好 還有 第二個問題就是 對不起 我問一個 第二個問題就是提到就是說 那個盧龍制度的那個部分 對那第三個問題其實就是所謂安慘政治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在服務達賴喇嘛 不是 我先說我所知道的 就在一個村莊裡面 一個村莊裡面也有個寺廟 那個村莊的人呢 就負責照顧那個寺廟 那自己的小孩去那裡 剛得上墓書 自己供養自己的小孩 所以然後不是 在以前有所謂的貴族 有所謂的貴族 所以他們擁有地 所以有些人是在那裡工作 所以所謂的農乳是指他們 不是所有的人 那這樣也有很多地方是在你 你不是說自己嗎 我所知道這個農乳的確是存在於 就是古老的這個土國社會裡面 那但是我不要 我後來就是跟他們 讀國境內的討論的結果就是 的確共產黨對他們最大的貢獻 就是解放官員 但是他們解放了之後 發現他們已經失去了宗教自由 那個東西宗教自由呢 對他們來說是比他們當農民 就失去宗教自由這些事情 他們當農民這件事情是還更嚴重的 所以他們當初是有跟我說 我們寧願當農民 但是我滿想要留給我們自己的信仰 還有我們的語言 還有我們的文化 那我覺得其實現在在講農民這件事 就是非常就是已經是很古老的事情了 但是現在的這個狀況 我覺得反而是潛中文字的時候是更嚴重 因為他們幾乎整個話都要點覺 然後我再補充 我的先生在安徒他是半導彈幕 當時我回去做拍攝的時候 採訪一些老人 那些老人他們哭著說 我們以前非常地老 一直到鄧小禮時代才好一點 所以現在生活有比較好了 但是其實還很糟糕 但是他們比起之前覺得好多了 但是他不能理解 為什麼達人一個這麼好的人 不能當老手家 所以老人在了這個耳骨 那我的先生他說 他小時候是怎麼長大 他現在33歲 當時他們整個家 都是屬於所謂的公社 就是所有的人力都是要出去工作 那小孩呢 他是被關在家裡這樣長大的 吃喝拉薩都在那個床上 就是關在那個房子裡面 那所以大樓就是出去 然後他們說那時候他們都吃不飽 所以他們的結論是 雖然共產黨解放了農民 但生活沒有比較好 就我先生他們的那個地方 謝謝 然後謝謝 然後接下來那位的問題是 就是 主播人他們是很樂觀的民族 但是世代之間也可能會發生歧見 不知道他們會怎麼面對這樣子的問題 還有 這個是 還都在山區裡面的主播人 也怎麼樣維繫他們對 拉來拉媽媽的那個信仰 這樣 而且他還有一個 他還有一個單詞人真正的 那請給我先 對啦 單詞人 大家好 現在的單詞人是假的 大家知道嗎 他有 我記得去達安撒哥 有一個小孩的照片 他上面寫全世界最小的政治犯 就是單詞人 他五歲的時候就被共產黨 就是中國政府帶走了 然後他們現在立了另外一個單詞人 就是中國政府立的 就是說這個才是真的 那我們有講的一個經歷就是 2006年我有一次去做一個拍攝 然後我訪問到了班禪阿媽 就是被前一位 現在是第十五十九 第九是班禪阿媽的女兒 那我那時候同行的記者 只問了他一個問題 他太重了 我就跟你講 就問一個問題 他說現在的這個班禪是不是真的 一個問題是他沒有嗎 所以轉世的你應該也有感覺 就是問 就是問他說 你覺得這一次的班禪是不是真的 他沒有正面的回答 他只講一個是 他說啊 他小時候所有的人看見班禪都要跪 但是只有他不用 他有可能是坐在他爸爸的心上 他爸爸非常寵愛他 就是抱他 但是這一次的達賴 我去見他 他要我跪 他就只講在這個事情 所以現在的班禪不是真的 那對不起 我不是因為他跪 所以他是那個不對 是我們大家都知道他不是真的 因為他不是真的有照明的 就是他們的那個系統所選出來 而是中國政府服務 對對對 那他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覺得那麼好 中國政府進行的邏輯很好笑 就是因為達賴阿媽的認證 他必須要有班禪來認證 所以他認為他只要控制了班禪 他就可以控制達賴 他們的邏輯是怎樣 所以剛剛那個班禪的問題啊 其實我可以從剛剛有講話 你不要說而已啊 剛剛有請教的這個這個班禪的 就是因為之前的那個現在這個家的班禪呢 他其實有一個故事 在那個 因為這個 這個流氓社區有傳的很久 就是這個假的班禪 他有一次去見真的班禪 然後呢 這個班禪 真的班禪 他被軟禁在家裡 這個班禪現在應該已經是 真的班禪 當時2008年的時候是 是好中生 那現在應該已經超過20多歲了 那這個假的班禪 他去見這個真的班禪之後 就立刻跪下 然後跟他說 對不起你才是真的 所以其實 剛剛其實也可以回到 回到回答到那個 達埃喇嘛流氓這麼久 為什麼境內就是山區的土國人 還是對於達埃喇嘛 有這個非常崇高的這個疾養 我覺得這其實可以講到他們 他們的宗教是完全融入到生活裡面 因為我其實當時到達埃喇嘛的時候 我發現他們跟我接觸到的 那個佛教徒完全不一樣 我們台灣的佛教徒 就是他們會用很多術語 就是會講很多很奇怪的術語 然後就會讓你覺得說 一聽到他講兩句話 你就知道他那是佛教徒 可是他們是 他們完全不會講這些很奇怪的東西 然後是完全融入在他們的生活裡面 然後他們的一舉一動 任何的煙靡都是受到這個佛教的影響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整個社會的狀況 那是會流傳下來的 並不是說達埃喇嘛離開了之後 他們這個東西就消失了 其實是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的 所以其實也可以藉由剛剛這個翻產的故事 我們其實也可以知道說 達埃喇嘛為什麼對境內還是有什麼大影響 對 剛剛有雙回答了 對 然後接下來 教育 還有就是世代分期的問題 世代分期的問題 世代分期 有啊 就是在應徒出身的藏人 他們講英文 然後藏文講對 就是錯字很多 不是滴滴答答 比如說美意的形容詞 那有好多個 他們就只會單一個 所以在境外藏人的那個 就是會有 就是藏文教育是有落差的 這是他們的問題 然後這也是有原因的 是不得已 因為當時有往這裡出來 能夠教書的可能就國小 二年級的時候在藏上小的 其實他會有一個落差 然後也因為他們現在覺得 從境內出來的人是落後的人 然後所以也因為就算有在境內 有高等大學出來的 然後他藏文很好 中文也很好 但是政府部門不願意就是用它 對 就是不用它 就是他們 其實我常跟我先生說 你們是內憂外壞 就是內憂外壞 你們有自己面對的問題 然後也有要對外的問題 然後這個怎麼辦呢 其實真的要靠他們自己努力 然後就是要有意識力所 然後三虛 你知道嗎 他們說他們在境內 沒有這樣的問題 是一直到了當沙 到了印度之後才會有這樣的問題 那然後這個也是可以理解 為什麼權力 因為他們在外面要生存 你必須要保護自己的私利 十個小時 嗯 嗯 所以 好 還有一個女士 好 好 好 還有一個問題 是他每三月經內 漢人 波雲 照人多 這個真的是真的 但是無疾 呵呵呵 對啊 他們自己無力去 去解決任何問題 沒有辦法 嗯 其實這個也是為什麼 萊拉媽她要提出這個 西藏自治區的一個概念的問題 因為她知道獨立 並沒有辦法解決這個 他們境內移民的問題 他們人數 現在漢人人後數已經超過 他們屠國境內的人數 所以他們要獨立 你沒有辦法把這些人趕出去 所以呢 萊拉媽才會提出 自己是一個概念 萊拉媽才會提出 你不要說苦瓜 你說香港 萊拉媽才會提出 香港現在每一年 他們已經送了非常多的 中國人到香港去了 對啊 就是比較好 就是你香港也是 教育很多問題 對 就是他們會在台灣長大 那他們的教育上面 你們會有怎麼樣的期許 對於他們自己的未來 然後要住在哪裡 他們會先跟人同 很好奇 好 我先說 因為我拍攝一個個案 他是在美國長大的小孩 第一年我問他兩天 姐弟 我問他 他的爸爸是這樣子 媽媽跟我們一樣是台灣人 但當時他的先生不能來 所以他們直接就去到美國 媽媽是算跳起的狀態 所以他是沒有身分的在美國 他生了三個小孩 那我採訪那個小女生 他當時是防水 然後弟弟是獲水 然後第一年我問他 我說你是哪裏人 然後姐姐會說我是美國人 只是我一半 我一半是美國人 一半是印度人 因為他爸爸是在印度出生的照片 所以他認為他爸爸是印度人 然後弟弟就說我是美國人 然後第二年我又在問他 我今天比較大了 然後他自己把自己分成三等分 他說我是 欸 姐姐第一年說他是美國人 然後接著第二年他說我是美國人 然後我是藏人 然後又是台灣人 因為他知道爸爸是藏人 所以他把自己分三等分 然後你再問弟弟呢 他說我一樣是美國人 你問他為什麼 他說我有美國 你知道美國是誰 然後他們就不會講照片 所以因為這個經驗 我自己覺得我想要讓我的 因為他們接下來這個世代 會面臨的就是身分認同的問題 包括為什麼在印度的藏人 會有這麼多 也是他自己本身對於自己 在那個身分界定上是有問題的 比如說我們有遇到一個 也是一個家庭 那個先生他就是印度出生的藏人 然後他非常的排擠我們 因為他以自己為藏人為止 他覺得自己是印度人 他不覺得自己是個藏人 為什麼 因為他是在蒙那裡的藏人 那個地方他一直被欺負 那裡是印度人比較多的地方 他不是在藏很多地方 所以他在小時候一直被欺負 所以他就覺得一定要 我是個印度人 我是個印度人 才才能融入這個社會 所以其實他們會有越來越多的 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就想要讓我的小孩簡單一點 但是我也不知道該怎麼簡單 所以我就把身為母親的 這個台灣人的這個部分就讓他知道 讓他自己去 然後爸爸的這個部分也就給他 那因為我先生說 他們丈人認為父親其實是以父親為主 就是這樣的聯姻其實是以父親為主 我父親是骨頭嘛 然後媽媽的血液 對 所以就以爸爸為主 所以現在我的小孩四歲 他自己會說 我是西藏人 我是從雪山跑出來的 就是因為我就有非常多人分享 他爸爸一直在講他的故事 所以他也就當作是自己的故事 對 然後坐計程車 他一直跟司機聊天就說 你知道嗎 我是丈人喔 我住在雪山喔 然後他們就是這樣 所以然後他們的名字 第一年我小孩剛出生的時候 就是用他的叫我的名字來取名字 但是當時我們還沒有辦法 就是台灣的法令 就是一定要換父姓或母姓 所以當時他就是名字上面加了一個菜 就是我的名字 一個姓 然後到了今年那個法令又改 所以兩個小孩都改回來 就可以用他們的藏門名字 所以我的小孩是 拉木公主天心更加 就是用他們的藏門的名字這樣 然後跟他們我講 我覺得就是讓他們清楚知道 爸爸的源頭是哪裡 從哪裡來 然後身上有什麼東西 媽媽是從哪裡來 都是沒關係 然後讓他自己去選擇 但是我覺得不要是完全不知道的狀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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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部分因為我是一個我之前還沒有 我之前是個不婚主義者 然後也是個非常激進的女性俱裔者 所以呢 所以其實我並不會覺得說 我並不會覺得說我的小孩一定要跟爸爸 一定是要跟爸爸一樣是土伯仁 或者是我不要我的小孩 也一定要就是跟爸爸的信 雖然藏那個土伯仁沒有信 也不一定要取這樣的名字 可是後來我仔細想了一下 我發現因為我們漢人實在是太多了 無孔不入 然後可是土伯仁他們 再怎麼算也只有六百萬 而且文化多塊我們也覺得 那為什麼我生了一個孩子 不讓他當土伯仁呢 傳承一下一個文化 然後 然後 那所以我的出發點是這樣 所以我的小孩也是取獨播名字 取獨播人的名字 然後將來我也可能會把他送到 大家送到去念書 去介紹他的文化的寫 不然你們不太願意拿下音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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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的講座就到這邊 謝謝 謝謝 友情跟婷姻幫我們帶來 真實的訓練 那我相信 之後大家 在聽了他們兩位的分享之後 往後再跟著播一次的時候 可以有不一樣的腳步 然後有不一樣的思考 也會更了解說 應該要怎麼樣去關心他們 那 再重新播 我這個故事再去 關注一關 要徘徊目前的提醒 我想我們 對於自己的一場也會更接近 那今天的講座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陪我們到這個晚